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只做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小事 而且我们能力也很有限 就是一个小店也只能 哈喽哈喽哈喽小伙伴 这几天在武汉有一个开餐馆的小姐姐 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后 他们一家人主动选择留下 而且开始给周边的医院送餐 虽然答应了小姐姐不去来拍她 但是我还是想自己偷偷的来她家店门口看一看 看看这个小姐姐声音那么好听 那她家的店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出发 我们现在开车到这附近了 他们家的店应该就在这一块 不开门啊 啥时候开门啊 说是 说说这附近还有一家送外卖的是在哪啊 那边是吧 刚刚刚我刚刚来看的 我都家里没得充电的 再充电 就把灰色一做 就做回家的 你即使开了也没有人的 那都是你走路的人都没有了 开了也有什么好用啊 对不对 我现在就到了这个声音特别好听的 小姐姐家的这个店 他们现在正在里面非常忙碌的准备着今天中午的饭 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就站在门口默默的看着他们就好了 我现在推开这个一丢丢门缝啊 看看他们在里面忙碌的样子 他们家现在特别的严格 只有自己家的这些人才可以进店 包括他们自己进来 我们也看到 外面买菜回来是一定要消毒 然后才能进屋 你说现在有几个人在这儿 我们一开始是五个人吧 就做五个人 然后然后帮忙 妈妈做的帮忙了嘛 你们现在一天做多少份盒子 有时候做七八百 有时候千百份都做的嘛 反正基本上两只手 都是用四五只来用的那一种 小姐姐小姐姐 今天中午做什么好吃的 今天中午他们鸡蛋来领饭 11点钟 现在这个时间都差不多 已经被饭配好了 然后现在等着他们来去 我现在全部消过毒了 你消过毒了 下一遍再进去吧 我是用万福精安消毒毒 比你这好多了 真的吗 我手术史专用的消毒的中间 他们老板很辛苦 他们老板每天只剩4个小时 16块钱以现在的物价来说 不知道他有没有贴钱 但是绝对是没有挣钱的 之后两个人就在这里拼死拼活 这个是20分的菜 然后已经完了 然后完了之后 然后你帮我做一烫两八八 现在直接过去 现在目前你看到的这个整理好的 这个才是你的 然后这个是17分 把我送到那个二八八医院 15 15 15 17号 17分完了 然后我现在把地址告诉你 你微信发开我就行的 对 放我这种啊 真的好 最近还好 谢谢啊 小姐姐 刚刚他说您这一份饭16块钱 感觉用料特别足 现在几乎都是赔钱的 您赔钱吗 对 一份饭现在赔多少钱 刚开始我老公准备订个七八块的 但是七八块 我可能 如果我订七八块 我可能只能做一到两天 肯定是赔钱的 这个不用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所有的菜的来源 都是从钟摆过来的 钟摆过来的菜 它的菜价都是都在那个位置 我的菜不能够从其他地方进 因为你很有可能感染呀 你赔钱干那个事是屠杀的 不屠杀呀 没屠杀 因为那个什么呀 就是觉得别人挺那个 挺就是 很多医护人员 就是我认识的医护人员 然后就是他们发的朋友圈 然后受不了 就觉得很受不了 然后我在家里就就可能 也没就也没跟我老公商量 反正就就自己觉得想做这个事 我只能做一部分的 可能太多的 我做不了 我肯定不能做整个武汉市的 我只能提供究竟的 然后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没别的 你是党员吗 我不是 我就很普通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路上有什么需求 我感觉我学历不够 各方面都不够 那你想住吗 想呀 我觉得面对疫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我们尊重 但是这个小姐姐的做法 真的很让我感动 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了 我要回酒店继续去工作了 后面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在武汉的观察和体验 拜拜 出汤店了 回家喝酒 回家喝酒 他不喝酒 别人叫做喝酒 不吃饭 再叫 一山搞个三两酒 一山搞个六两 可以消毒吧 可以